薛弟你要不要脸呢 你是不是男人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跟你说 说什么 说分手行不行 你不就是看够了玩够了 想拍屁股走人吗 我告诉你不行 咱们冷静冷静跑着聊聊 能说什么情况吗 我跟了他三年 本来是要结婚的 结个屁 请问你薛弟 是干摩金不认账了是吧 我现在就让你亲戚朋友 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亲戚朋友 你还好意思说 这不是你管我亲戚朋友 要钱的时候了 那咱具体说的是什么情况吗 我当时大家去见我家里人 他居然向我亲戚朋友要钱 那你不给我花钱 我就管你家人要吧 那你还要脸吗 你让我这面子往哪搁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不是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谁还没点困难的时候了 不是 下不起好管的 你有困难吗 买不起名牌包 那叫困难吗 开了这好车 那叫困难吗 那都不一定要到我们去治愈吗 不了 咱们不说这事 那我姐结婚 你管她要份的钱是什么情况 嫁出去的女儿 或是约水 那钱留着给咱俩用不好吗 不是 我姐结婚 我姐亲戚朋友给她的份子钱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那以后我嫁给你了 我跟你跟你姐 那就是一家人 她的钱给我花我怎么了 你真是不可理喻 你要再莫及这件事 咱俩还是分开吧 行 分的钱我可以不要 那你爸妈那套房子 给咱俩总不过分吧 咱俩到手的房子直接一卖 在学区那边换个差不多的 行了 那是我爸我妈住的房子 你能不能正常一点 所以呢 他们就不能租房子住吗 你是她俩儿子 你姐就嫁出去了 那房子不给你给谁啊 感情不是你爸你妈是吗 哎呀 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那房子早晚是你的 现在这房价 你家那老婆小孩 能买一场价 等以后她老了没了再给你 一点价都卖不上 那不是浪费吗 喂 你什么意思啊 我家妙小 容不下你这人大夫 老家妙小孩抬起屁股 你现在别处了 我告诉你学弟 过了我这车可没点 别娘了 你出现又幻灭是错觉 她让我迷失的谎言